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厨房 平时做好的硫酱料放在冰箱备用 时间不太充足的时候 拿出来做一盘蒸排骨或者猪肉 家人吃得又开心又好吃 而且还省了很多时间 今天我们来做一瓶 豆豉酱排骨的神叠档 陈皮浸水30分钟以上 白色的囊要刮走它 因为这部分的味道是苦的 会影响成道菜式的口感 切成小粒 备用 切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种陈果的香味 红葱头切粒备用 热锅不要放油 记得不要放油 将虾皮放到锅里面干烤 闻到香味之后就关火了 倒出那些虾皮肝 中碎它 我没有买过那些叫中碎器 因为我不是经常用到这个工具 如果买回来用一两次 就放在一边吃尘 就不符合我的经济原则了 要善用现有的器材 才可以真正省到钱 你说是不是 不要那么大力 轻轻就行了 虾皮很快变成虾粉 蒜头全部搞成蒜蓉 用流动的水 冲洗瓶干它鼻咬 豆豉千万不要浸 要不然味道就会没了 只需要轻轻稍微清洗一下 瓶干水鼻咬 中火就开锅 放150毫升油 油热之后倒入一半蒜蓉 以前吃蒜蓉生菜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有点苦 问家人他们又说没有 还说是我自己的腻发苦 后来发现 其实我才是金舌头 是蒜泥发苦 最近我新学习了一个小轿门 就是将搅好的蒜泥 用流动的水冲洗 洗走它上面的黏液 再瓶干水 这样在炸的时候 就不会焦 又不会苦 炸到少少金黄 你就关火了 拿起一只黄 令到锅离开火 用余温 将蒜炸到完全金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蒜 过滤出来之后就备用 将碗里边过滤出来的油 重新倒入锅里边 小心碗热 不要脱掉手 中火 油热之后 倒入红葱头粒 闻到香味之后 倒入陈皮粒 再将已经瓶干水的豆豉 倒入锅里边 炸到豆豉的香味之后 倒入金蒜 和另外一半的蒜蓉 炒一会儿倒入蝦皮干水 用来提鲜 搅拌几下 令到材料 它们相互熟悉了解之后 你就可以关火了 酱汁就已经做好了 你闻一下 蒜香豆棧飘四零 菜香阵阵惹人响 下一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酱的妙容 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 分享 赞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